男婚女嫁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此时此刻 好比说 她就是你太太 你顺说一下她 我们看看她怎么能够 怎么你都有了 小弟你怎么回事 不老师我求您挑一个稍微的 别着急 这孩子别看她胖 净生大胖小子你知道吗 媳妇我对不住你 来都准备好了没有 来 媳妇 打着了汗呢 咱别说这么牙齿啊 那喊媳妇这儿喊汗子 配套 你们说的尽量文雅一点 一看就像念过小学的那种 来 Action 是吧 我来好 这没导演活不下去了 哥们们注意 来 Action 哥们 咋呢姐们 亲爱的 就是你知道 我们辽宁广播第二台 从电台以来 就是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能够把我推出去 做这样一档非常 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节目 那好啊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婚期是定在六月底嘛 咋的呢 但是我觉得第二天我必须要奔赴战场 去英勇杀敌 杀敌啊 所以呢就是只能留你一个人在家里 要留我一人啊 对 那我要害怕咋整那个死鬼 还有咱家那小二嘛 小二 你得说清楚什么小二 小二是我们家狗 还有小狗陪着你啊 所以你一定要 好好的在家待着 那我要想你怎么办啊 想我你就看电视呗 电视哪有你啊 电视又不是有郭老师吗 那那我直接叫郭老师不玩了 我早点该咋玩了 谢谢温姐 谢谢谢谢啊 也别说 他像这么个媳妇也是没法没法的 是吧 是是是 没有共同语言 有就坏了 跟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这个当聊台找到你们要主持 激情差响的那一刻 心里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要坦白讲吗 说实话 说实话就想着 两三个月挣不着钱了 现在你老师这么耿直 你会耽误以后的出路 他说的是实话 我来郭老师节目 必须得说实话 要为啥 是因为其实做这个节目 我觉得大家都是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很花时间 这节目厉害到一个什么程度 它偏比是60比1 我的天哪 就是说我们录60分钟的节目 播才能播一分钟 所以经常有人说 我们俩为什么出现时间那么少 其实我们任何时候都在 只要有人在我们都在 然后呢 我们到时候播出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看到一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录了 大概十几天的时间 这很正常 我的天哪 这工作量太大了 对啊 所以私底下 如果一旦有什么其他的活动 要接的话就接不了 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问一下 一期给多少钱 他们说 把郭老师钱的除以2就行了 这我们台其实 每一期啊 我那个钱除一半就是你们的 总共 这么多期下了 那等于给你们是7000万 坏了我 我回家跟你妈没法交代 我对不上当了